我是一個金融迷,我最喜歡的一部金融著作是《笑傲江湖》。 《笑傲江湖》故事的開端是一幕金盤洗手, 恆山派領導人劉正鋒找來了一個大金盤, 邀請天下英雄聚集恆山,見證她的金盤洗手。 她說要和摩盜日月神教裏的曲洋大哥做好朋友, 因為她倆是音樂上的滋音,但自古正邪難兩立, 為免捲入紛爭,決定退出江湖,從此只玩音樂,不聞世事。 兩個人琴宵合奏,由廣寧山奏到《笑傲江湖》。 但是,腳踩入江湖,要抽身,談何容易呢? 結果金盤不僅洗不到手,還為劉正鋒帶來全家被滅門之災, 然後就開始了《笑傲江湖》的精彩故事。 金融曾經在訪問中談及這本書,說了一句很寫實的說話, 她說,想要退出江湖,不是找個金盤來就可以。 今日,我謹而名家金融之言, 送給想和叛國兩個字,劃清界線的陳方安生。 港區國安法如箭再現即將出爐,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,反對派最高頭領陳方安生忽然發了聲明說, 要金盤洗手,要退出江湖,以後所有政治瓜葛一律與她無關。 她的聲明是這麼說的,今年二月,我年八十,很久之前, 我答應了兒女,滿八十歲,我會從公民和政治工作中退下來, 過平靜的生活。最近女兒出現離世,對我來說是沉痛的打擊, 我需要一些時間和空間去哀悼和復原。 更加珍惜和家人,特別是孫女和女婿相處的時光。 一如既往,我會以香港為家,我盼年輕人對前途保持希望, 以守法和和平的方式,繼續守護我們這個城市的核心價值。 摧毀了幾代人,打爛了香港,撕裂了人心,破碎了法治,扭曲了價值觀。 這樣的破壞,可以用一句,我八十歲來安然脫身。 陳方安生說,要退出江湖,和家人享天輪。 但你知不知道,因為你這種人的每日的鼓動煽動, 香港有幾多家庭,一下子父子反目,妻而成仇, 甚至天涯相隔,陰陽永絕。 陳方安生,你叫年輕人,以守法和平的方式,繼續守護香港。 但為什麼在去年6月開始的打窄銷、私刑, 全部都是嚴重違法,全部都是和和平無關的暴力? 陳太,為什麼你一聲不出,還叫年輕人,說他們有理想,做得對, 還跑到美國,黑球西方,之前這種叛國的恐怖主義? 陳方安生,你說自己八十歲,要過平靜的生活, 其實當年你一不過在政府庫房,拿了二千萬套休金的時候, 然後在每個月拿成十萬元長縫的時候, 就應該好好地龍宣為樂過平靜的生活。 今天見到港區國安法來勢洶洶,你就馬上扔下手足, 躲回山上的豪宅,抱著兒孫過天輪之樂。 講好的齊上齊落呢?講好的吳葛夷去了哪? 追隨反對派其次的勇武手足和和理非, 這就是你們的民主女神,這些就是你們的精神領袖。 裝飾的人,你們肯醒了嗎?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,請你按like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。 想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,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按鈴鐺呀! 多謝大家!